后面的问题复杂度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前面真的是只是试水温而已 这算是简单等级的 那再来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 称呼部分实际上就是根据什么 他的这个人的姓名的前一个字 在判断说他是男是女 然后帮我把后面变成吴先生 那如果他是女的话呢 就是张小姐 张小姐 那以前的话如果你不会用逻辑判断 加上自串的串接 那你可能要自己出发链钢吧 吴先生张小姐自己打嘛 OK那如果资料一多的话 不得了了 所以呢如果你希望快速解这个问题的话 第一个你需要什么 要会那个文字函数里面的Labs 因为我要抓第一个字嘛 所以你就找那个L开头的这个Labs 这个函数要抓哪一个文字 所以他会问你说你的文字在哪里啊 我的文字在这里 那你要抓这个文字里面 从左边算起 第几 应该算几个字Lumber charge 哎有没有发现Lumber charge刚才有出现过几个字啊 所以他不因为喔 以色友应该不可能即便是中文化 但是他中文化不完整 应该把这个也把它变成中文的 有没有 你的文字在哪里啊 然后你要几个字啊 对不对 不过我想这个应该微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啊 不过如果做的话以后大家学用以色就用得很轻松啊 不过没办法因为这个一般城市它设计的人他没有想到那么那么低级 这就是一般的用途啊 OK那几个字啊 那我们就一个字 有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把吴伯薇 吴带过来 但是先生小姐呢 就是后面这个判断 所以我可以在后面串接 串接一个什么 先生或小姐 但是串接的话 记得一定要用and的符号 这个and的符号呢 指的是我要再接一个称位 那称位的话呢 后面就是要 可是称位你不能直接打先生或小姐 你不能说喔 我直接打一个先生 这边的话 文字嘛 你当然直接打先生 可是问题打一个先生不对啊 如果小姐 就会全部就张 张也变张先生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特别重要 你可以再插入一个函数 用一幅 不过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第一次插入函数 你可以用这一个 这个地方插入函数 但是如果你第二次使用 第二次第三次的话 请你使用前面的清单 OK去找函数 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第一次是用插入函数 第二次的话就是再把它接到后面 所以我点这边先end 然后这边点一下if 他会把这个if放进来 那逻辑是什么呢 逻辑是如果这个储存格里面 它是等于男生的话 所以前后双一号自己加一下 如果是男的话那我就先生 反之的话呢那我就是小姐 OK 所以这边的话一样记得前后一定要双一号 如果微处的话那我在后面串一个先生 所以这边的话自己打一个先生 反之的话呢那就是小姐 OK 不过他蛮贴心的 前后没有双一号移开他会自己帮你加 OK 好 但是有一些函数不会自己加 不会自己加你没有加就错了 OK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他贴心所以我就没打了 OK 好 这样的话应该可以了解逻辑吧 如果这个里面是男那我就跳先生 如果这里面呢不等于男 不等于男就变小姐了 有没有不等于就是这边如果带过来是女 女等于男嘛不等于所以是force 按确定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称 姓名加称呼 这样的称呼呢把它带出来 那这一题的话如果要参考你可以一样 从那个云端白板里面找到我们这个里面 你往下找会找到我刚刚打的这个东西的答案在这里 好 那其他的话呢待会我们再这个可能先跳过好了 先待会再看这个 如果我今天呢要把什么把综合练习里面呢 仿照刚刚讲过的REPT加LEM把结果给做出来 要该怎么做 各位待会可以试试看啊 他一定等于什么我要先一个09 所以你可以把09先串在前面 09然后一个自串 and什么呢 and电信业者 对不对 然后再and什么呢 and一个简的符号 所以你可以参考这边一个简的符号 and一个简的符号 但是我建议啊你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不要一次打完 你可以边打然后边打勾 看一下对不对 如果对再往下 不对就先找问题 像如果你刚刚没有串这个and 串这个简的符号 你打勾会这样 因为刚刚可能已经是变文字了 如果刚刚我打勾这个0可能不见 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数字 全部都数字它会帮你自动把0去掉 OK 那我们一样把这边串完 那串完之后的话呢 后面再串这个跟这个 但问题来了 我如果直接什么 and 什么呢 and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储存格的话 我可以点它一下 打个勾它变84 对那and它变7 不对啊 那怎么办 我需要重复几个0 对不对 那重复几个0呢 你可以用什么呢 这边有提示 LEN 去判断它里面几个字 如果它两个字要补一个0 如果一个字补两个0 不过这个逻辑有点转弯 你可能用3去减 3减掉它里面有几个字 那3减掉里面有几个字的话 就是要补几个0 所以就是要把那个公式写出来 男的地方在这里 但是感觉又转弯 转弯再转弯 所以这个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主要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那个称位的部分 称位部分是那个LAPT的下方 那再来就是综合练习题里面的那个串接 好